清水的福气社区关怀协会 主要是照顾身心障碍者 还有失智长辈的日常起居 而为了要帮助失智长辈 能够延缓老化融入人群 协会也特别利用 大富翁环游全台的小游戏 来设计出适合长辈 也能轻松游玩的模式 透过猜拳 联想各地美食或者是景点 只要回答正确就能够得到一分 不少长辈是争相抢达 气氛相当热络 长辈们互相猜拳 赢得一方纸骰子 决定地图上走的部署 接着再依照指定地点 联想出美食或景点 只要回答正确就能得到一分 熟悉的大富翁游戏 透过桥段安排 现在也能成为失智长辈们 延缓老化的抑制小游戏 台湾是什么 台湾有油啊 阿嬷都台湾有油啊 台湾有油啊 有油啊 有海山啦 阿杰准处啦 这样啦 不错啦 由于我们的年轻人都住在外面 要回来跟阿公阿嬷 他们一起玩也是很少 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游戏 让阿公阿嬷 回忆他们的点点滴滴 我们要去做到台北 就让阿公联想说台北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好玩的 还有什么人跟人的之间的互动这样 深耕多年的清水福气社区关怀协会 主要是照顾身心障碍者跟失智长辈的日常起居 为帮助失智长辈能够融入人群减缓失智 特别利用大富翁环游全台的方式 抢达各地的知名景点以及小吃等等 从动手到动脑都能够一次满足 让每一位长辈都能轻松游玩 气氛相当热络 透过这种活动带着长辈 可以跟我们的人群更多的一个社会互动之外 我们可以让长辈去 因为大富翁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景点 也可以让长辈去分享 他们过去曾经可能到过哪些的景点 然后唤起他们怀旧的一些回忆 协会表示未来将持续设计各种互动的方式 希望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 不仅带领每位长辈活络身心 轻松打成一片 无形当中也能活化头脑 协助长辈们的实质状况 能够有效减缓 介绍伯瀚台中采访报道